我是县委书记 我旁边的二把手县长 我这个旁边的三把手县委副书记 还有我身边的副县长 现在都在牢里 我现在告诉你们 他们在牢里都跟我相关 就任五年间连续打掉87名弹官 敢于跟腐败分子印钢 当地百姓称他为一身正气包擎天 他的名字叫做陈刑甲 然而在即将被提拔之时 陈刑甲却突然选择辞职了 这究竟是为何 2011年陈刑甲被委派为巴东县的县委书记 他带着满腔的热情 回到自己的家乡湖北 到巴东之前 陈刑甲就已经做了很多功课 巴东是郭家级的贫困县 陈刑甲心底里下决心 一定把工作做好 让这个县的人民摆脱贫困 刚刚到任的陈刑甲 一口热水还没喝到嘴 就被网上的一篇 长约5000多字的网文吸引 陈刑甲认真地读完了 文章是一名巴东本地人写的 文中写到了当地官员的不作为 贪污腐败各种问题 表达了对现在官员的不满 也希望新任的书记 能还巴东公正信 当地的官员看到后 要求立马删除这篇文章 陈刑甲知道后阻止决说 群众能写这么长的文章 说明对我们还是有期待的 不能删除 我们要做的 就是让这一部分人重新信任我们 陈刑甲小看了当时的局势 他简单地以为是当地官员的不作为 想着进行督导 总会慢慢改变的 原来陈刑甲的到来 影响了部分人的升迁 这种种也激起了不满 刚开展工作的陈刑甲 找到时任的官员一字谈话 了解巴东的现状 和未来发展的规划 可是聊来聊去 都没有一个人 说出一个明确的方案 大多是一些 推诿不解决的态度 这样一来 陈刑甲对巴东的了解 更加迷语重重了 处处得不到信息的陈刑甲 在网上公布了 自己的邮箱信息 希望得到巴东乡亲们的支持 也希望真正的 被巴东获入 就这样 从一开始的无人问津 到之后的邮箱被塞满 通过这个小小的桥梁 每天陈刑甲 都能通过这个小小的桥梁 了解大大小小的事情 也与老百姓的心贴得更近了 可是 在这些邮件中 除了陈刑甲 想要获知的老百姓的信息以外 还有一些人 因为对当下的不满 也洋洋洒洒写下了刺耳的话 以此来讽刺陈刑甲 但对于这些 陈刑甲都照单劝收 这些都是老百姓的反馈 不管是骂还是夸赞 都对他更好地改造巴东 有着巨大的帮助 而在生活中 陈刑甲经常会遇到 有人想要用现金 金条 名表等 运来腐化他的东西 期待他直接在大会上骂人 这让陈刑甲意识到 问题的根源都深藏在干部队里 于是陈刑甲到上级反应情况 早已经腐化的官员 对他态度很是无限一步 时间一长 这些人对他的到来 嗤之以鼻 甚至是责骂 这让陈刑甲更加相信 巴东人民水深火热 无处生存 后来陈刑甲跟随心的工作人员 拜访贫困 但是就是这样的 小的一个地方 却有数十万人吃不饱 灰败的脸上 充满了对未来的绝望 这让陈刑甲看得十分心疼 新中国都已经成立了几十年 还有人民过这样的日子 这是他们的失职 为了改变这一情况 在任的五年里 陈刑甲一步步 踩在巴东的每一片土地上 帮群众落实解决所有问题 因此受到了群众的认可与支持 终于在到任的第五年 陈刑甲知道 想要改变巴东人民的生活 就得先打掉这其中的主注 这一年 陈刑甲带着证据找到了相关部门 相关部门即刻对这一些官员 和奸商进行了抓捕 相关人员多达87人 这中间有陈刑甲的下级 同期甚至是上级 陈刑甲得到了巴东人民的信任 群众更是称呼他为包青天 随着之后相关部门的 一系列的整顿 巴东的天终于拨开云雾 简简亮了起来 农田繁忙起来 道路通畅起来 群众的笑声多了起来 我只有公分 我代表巴东五十万人民 对那些在这个地方 这么穷的地方 几十万几十万 一次单几 几十万几十万 生权的这些王八蛋的 我代表五十万巴东人民 对他们表示恨 就任五年间 连续打掉八十七名贪官 敢于跟腐败分子叫办 当地百姓称他为 一身正起包青天 他名字叫陈刑甲 历任起见 陈刑甲走访过程中 见到的民生百态 让他内心震动 要倒他的房子 一间又一间 没有接受教育的孩子 到处都是骨收独柴 还有一整个村子的 艾滋病患者得不到酒 所有的一切都归结于 这里没有一点工业 没有经济支撑 人民没有经济保障 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上级屡次申请的 贫困补贴的救助金 都被腐败的官员贪污 群众没有收到一点恩惠 陈刑甲苦苦思索 发现巴东独特的地形 可以发展旅游行业 只是相较于 那么多的民生风景区 巴东的名气实在太低 想要让巴东的美景走出去 陈刑甲为此绞尽脑汁 但在思考多日后 互联网的大流量 给他带来了希望 如果能通过互联网 向大家宣传巴东 那这样过去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说干就干的陈刑甲 为了节省经费 自己亲自上场 拍摄了一条 以巴东旅游为主题的歌曲视频 面带微笑 温文尔雅的的书记 一下子吸引住了大家的注意 短短一夜之间 该视频就快速火爆网络 让更多的人知道了巴东的故事 来旅游的人也有了 投资的人也慢慢多了起来 陈刑甲看到了网上有反应 很多人留言评论 有的还为他出谋划策 于是他就陆续带领着乡亲们 直播带货 让各种农产品出现在宣传上 乡亲们立马就有了收入 并且更加积极地 投入农业生产之中 只要能对巴东好的 陈刑甲都愿意去过 跳伞绿险 但如果能给巴东带来希望 哪怕豁出心意 陈刑甲也愿意独一马 在数千米的高空 第一次跳伞的陈刑甲 克服着心中的恐惧 从直升机上跳了下来 头上带着摄像机 可以拍摄到整个巴东 巴东的青山绿水 更加立体地 展示在了观众眼中 果真超级网红出现了 身体力气的陈刑甲 为巴东引进投资 二十多亿元 基础设施的改善 道路的畅统 农产品产业链的完善 彻底改变了 家徒四地的群众生活 给巴东带来了希望 注入了活力 在陈刑甲走访群众过程中 发现一个特殊的村庄 这整个村子都是死气沉沉的样子 然后随行人员介绍到 这村子都是艾滋病患者 由于其他的人都对艾滋病避而远之 所以他们村子 无法与其他人正常的经济来往 所以更加贫困 连治疗取药都成为困难 陈刑甲走着走着 看见一个破烂的土黑房 路着一位老人带着一个小孩 一番询问之后得知 孩子的母亲前几天 因为艾滋病去世了 又剩祖孙两人 这一幕 让陈刑甲心中很不适自卫 一个那么小的孩子 却因为这个病 真的就要拖累他的一辈子吗 就连读书十字都不能吗 回到单位之后 陈刑甲立刻带领着县里所有的领导 到了艾滋病村 并且自己掏钱办了几桌酒饭 并拍视频发到网上 想要以此告诉人们 艾滋病并没有那么可怕 平时正常的接触也是完全可以的 随后陈刑甲让自己的儿子 到祖孙二人的家里 同吃同住了好几天 即便是这样 人们对艾滋病还是担心 看到效果不明显 陈刑甲号召官员 每人领养一个艾滋病村的孩子 为他们提供生活保障和疾病治疗 大多数人都不信不认地按要求做了 陈刑甲带头领养了 这股失去女性的孩子小行为该儿子 让相关人员 宣传艾滋病的防御和治疗 说到说到 冲在第一个的陈刑甲 平一级之力 让艾滋病村也能在从事农业生产中获得收 很多人也对艾滋病人的恐惧减轻了 被收养的孩子们也可以到一些学校读书了 种种的种 陈刑甲抑制的群众的心窝里行走 实实在在不为艰难的 做着很多人想做却不敢做的事情 就在如此的嘲笑声中 陈刑甲突破重重困难 硬是把事情办成了 把群众的热情点燃了 生活的希望重生了 正是因为陈刑甲这些年来勤勤恳恳 为民着想 这也为他带来了生殖的机会 但是在生前之际 他却突然一夜辞关 如果有人以我的亲戚的名义 来找大家干事 特别是把两件事 搞地级和包工 我授权大家 不用找我何时 直接给他收一个账 就是滚 有多元可以滚多元 清华硕士就任五年间 连续打掉87名弹官 就连上次看到他都瑟瑟发抖 可让人感到奇怪的事情是 正值生前之际 陈刑甲却突然一夜辞关 转头慈善 一时间被迫离职的传言 不紧而走 越来越多的传闻 铺听盖地而来 陈刑甲都没有一点回应 而是默默做着自己理想的事情 终于的2021年 陈刑甲自己写的书发行 陈刑甲人生笔记 我们才了解到了 他辞关的原因 当时在巨大的工作压力下 陈刑甲患上了抑郁症 不再合适参加工作了 虽然他还想在这个位置上 多为老百姓再多做一点实试 可是这一病症的到来 却让他感觉力不从心 经过再三考量 陈刑甲提出了辞职 追溯到陈刑甲在任期间 更多的是不小的压力 老百姓也无信任他 甚至是一些奸商 想要指他于死 连带着家人心情感战 也不能魅 实实在在为了老百姓 他强大精神 坚持几年下来 可是这种心理上的疾病 只让陈刑甲 在这时候看不下去了 辞职后的陈刑甲 一心想着 如何借着奉行 为人民服务的信条 这时 陈刑甲的干儿子 小航的学校打来电话 说是家长们意见很大 学校实在没有办法了 陈刑甲十分为孩子伤心 倍感无力 正在这时 一家慈善机构 伸出了援主之手 帮小航联系到了一家学校 从此 陈刑甲对于慈善事业 有了更新的人士 也想要创办一家基金会 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可是一穷二白的陈刑甲 只能将想法停留在脑海 这一天 听说陈刑甲辞职的 一家公司老板 常致地邀请陈刑甲 来公司任职 陈刑甲一心想要做慈善 委婉拒绝后 这家老板 直接给了陈刑甲 一千万元 作为慈善机构的启动资金 陈刑甲在深圳的基金会成立之后 他便开始走访 各个地方的贫困地区 很多贫困地区的孩子 因为道路或者其他原因 上不了学 陈刑甲等人 立刻专注于儿童白血病 和大病救助 与深圳国籍公益学院合作 一边行动 一边研究 该基金已经陆续帮助 一千名特殊儿童 揭入学校 陈刑甲也帮助了 像干儿子小航一样的 艾滋病患者 提供治疗基金 他们还想大众传递 要用平常的眼光 来对待这些特殊病人 不应该歧视每一条生命 2020年50多岁的陈刑甲 仍然践行这位人民服务的信条 他做理想调查 我国仍然有60多万人贫困人口 为了积极相应国家的 精准服务方式 陈刑甲一行人 还制定了乡村治理 乡村贫困项目 和留守儿童教育关怀等计划 让公益实现在社会生活的 更多地方 陈刑甲用自己的实践行动 贯彻了一心 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不管是为官还是为民 我磨灭不了他的意志 虽然奋斗的战场不同 但是光的方向一致 我们只要坚守本心 问心无愧 人生道路就会越走越宽惑